Tekler宣布回水50% 退款詳情3月另行通知 美職球隊國際賣壓物 星期日對香港隊的表演賽 因為球王美斯沒有出場 事件持續發酵 今日球賽主辦方Tekler公布 將會向購票人士提供50%的退款 金額涉及5600萬 有關退款安排的詳情 將於3月中前作另行通知 Tekler發聲明指 公司確認國際賣壓物在合約中 承諾球隊中的著名球星美斯 蘇瓦雷斯等 若果非受傷需要上場作賽45分鐘 可惜最後國際賣壓物通知主辦方 美斯和蘇瓦雷斯因相缺陣 Tekler有指 一直與政府保持溝通 以期望解決問題 同時有邀請消費者委員會參與討論 強調公司不會逃避 作為主辦單位應付的責任 而政府就表示 Tekler的賠償方案負責任 顯示積極承擔的態度 引起網民好奇 兩個人是否將有合作 或者只是互相欣賞和交流 朱柱和嘉傑去年12月 因為出席同一個倒數活動而認識 當晚同場的還有魏晉身 《造星5》的占士偉 但是朱柱出席完活動之後 只是follow了嘉傑的IG 有指朱柱對afterclass隊員 姚卓飛 沾天文中由美 都未必每個鐵文都點讚 即使是在同一學校學唱歌的ERROR成員保錡 他都沒有狂派like 不過朱柱知道被發現 默默向嘉傑派like之後 有知他已經逐步撤回曾派出的like 第一位昂說 今天有您身上的風格 感谢观看